請坐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好 會不會很累 不會齁 好 那前面 表示前面都講得很精彩啦 那 我這一節課主要會用華語發音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高砂族 那 我就是 我的 抱歉 我在語言上會交錯 那如果有聽不懂的話 跟我說沒關係 那個我這一節課要來談一下 我們新竹洲的建設藍圖 那我為什麼要談這部分 因為 我們要執政了 但是 但是這部分 可能大家覺得說 目前好像還沒有 什麼很清楚的跡象 但是不管如何 我認為我們應該都要做準備 所以我在 我在 我在那個 跟我們一些副州長啊 聽長講話的時候 我都希望說 包括在座各位 我都希望就是說 大家開始去思考 我們社會有什麼需要能夠改進的地方 那才不會說 我們平常有收集資料的話 才不會說 臨時 比如說 後來要接政權 然後我們什麼東西都拿不出來 反而會讓人家看笑話 所以我們寧願早點準備 也不要說 真的要接政權了 人在旁邊就跟我們 看我們在 看好戲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先把這個東西 準備好 但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講一個 一件事情 我們新竹州 有一位童心 很有趣 他 他跟 他太太才剛結婚沒多久 他就來參加這個 參加這個之後 他太太非常非常的反對 然後 他怎麼跟他太太談都沒有用 結果他太太氣到 他說 真的很危險 他說 他們差一點離婚 那後來他太太 就跑去打165 165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對對 詐騙電話 就打去找那個詐騙電話 就開始說 喔 就跟那個 電話那頭的人說 喔 有個詐騙集團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資料都全部給他了 然後呢 就打165過去了 然後過沒多久 後來電話切斷 切斷以後 165後來就回電話給他太太 跟他說 這是個合法的政府機關 不是詐騙集團 好 這講這個讓你們 呃 知道一下 這麼一件事情發生 齁 那然後 呃 上 我在兩個禮拜前 有 講了有一則有關 玉蘭花的事情 呃 如果有上網看的人應該知道 那 那 玉蘭花就是一個歐巴桑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齁 玉蘭花就是在 我們台灣人都很清楚嘛 齁 那 我上 我兩個禮拜前 我是借這個機會 告訴美國說 你們六十多年前 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 把一個 流亡政府放在台灣 所以造成我們台灣 目前很多人 歐巴桑 六七十歲 甚至七八十歲 都在 路邊 買那個 玉蘭花 那 這是我們 這個社會現象 這麼殘忍的一個社會現象 這麼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我借這個故事要 讓美國知道就是說 請你們趕快回來 齁 因為 這些歐巴桑 他七十多歲 他還站在那邊賣玉蘭花 我買這個玉蘭花的時候 我心裡很難過 因為他家裡 一定 不只他一個人要吃飯 可是 我們想看看 那一個玉蘭花 我買二十塊 可能他最多最多賺二十塊 五塊錢而已 他一天要賣幾個 如果假設 假設他可以賣到 五十個的話 我估計他賣不到五十個 一天也才賺二百五十塊 那像這種 刮風下雨的 他根本沒辦法出來賣 那他所面臨的很多生活的問題 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的 大老闆 美國 你們趕快進來 因為 這個就是台灣目前很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我希望我們整個台灣民政府 都很希望你們趕快進來 因為 這些鄉親是大 我們要回來 我們要照顧 我們不要讓他們 我們要去照顧他們 我們只有拿到政權以後 才能把我們的社會福利 好好的分配給這些人 還有那個路的都在 插那個白牙有沒有 就是在賣房子 廣告那些 那都騎了幾天 那一天拿多少錢 100塊700塊800塊 他站在那邊 站一整天了 但是呢 我們看看 流氓政府 貪官污吏 整大堆 這些 一定要讓美國知道 他把我們的錢拿去再做什麼 貪 然後呢 中國學生一個月 什麼事都不用做 三萬五 你們的小孩 現在誰拿到三萬五的告訴我 沒有 甚至很多大學生在家裡失業 我那天還聽到一個大學生 他失業兩三個月 我想這只是一點點小例子而已 比這個更慘應該還有 他失業兩三個月 後來他找到一個工作 好高興喔 結果是做什麼 去工廠當作業員 你看我們台灣這麼慘 然後他們那個錢一直在挖 一直在挖 我就 拜託美國說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你們國家 你們能夠忍受嗎 如果這個歐巴桑是你們美國人 你們能夠忍受嗎 我希望這個公平正義 能夠繼續 在你們手上 當歐巴馬總統 按著聖經的時候 然後 同時也從上帝手中 接下了一個權杖 這個權杖就是告訴說 你必須 利用你的權力 來執行社會的公平正義 所以呢 我也想在這邊 趁這個機會讓我們 這位美國總統 目前是歐巴馬總統 告訴他說 請你們快快回到台灣 那我剛剛講的 玉蘭花的故事呢 那是兩個禮拜前 然後很不幸的 就在第二個禮拜 我注意到了一則新聞 那我今天特別把這份報紙拿過來 它是發生在 11月 報紙是11月24號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發生在 11月23號 禮拜五的早上 我簡單唸給大家聽喔 其實 其實玉蘭花只是一個小故事啦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這種歐巴桑 那很不幸我講完的這個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個歐巴桑 80歲 去給車弄死 早上五點 五點多的時候 早上五點半 在樹林區的巴德街道 那因為歐巴桑 他在他這邊寫是 十荒的婦人啦 八十幾歲啦 那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的社會現象 他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那 當我把報紙翻在另外一面的時候 我告訴你們有什麼消息 神父賣作品 他要幫山區 還那個護住社的欠款 他神父就賣了他的一些畫作 要籌錢來 來幫他們蓋一些房舍 整修房舍 還有呢 內政部護住社轉型平民銀行 我們台灣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那些官員他們可以 一直拿錢 流亡的那些人民 一直在拿錢 貪的無厭 簡直是貪的無厭 把我們的錢全部拿去 還要求年終獎金 結果呢 有一個平民銀行 竟然會 現在是什麼 在台灣有這個事情發生 還有一個新聞寫說 台南法官收賄250萬元 零性法官 被判十一年 被判十一年 這整個社會的一種對照呢 讓你看得很難過 所以我希望 那在這個同時 我也希望說 其實我們擔負的責任都很大 那超過我們的想像 我也想說 在趁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說 我知道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同心 從總理 議長秘書長 大家來這邊不是說 我要來當官 或是要賺錢 我們都是在當義工 那我想跟 美國這邊順便 提醒他們一件事情 200多年前的時候 他們美國在做 獨立建國運動 他們為什麼要做 美國的獨立運動呢 因為 英國 當初他們是屬於 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 他 用 也是用不公不義的方式 他們是在對待 當初的那 那批 那些 殖民地上的人 就是現在的美國人 他們 課稅 然後用盡辦法 再壓榨這些人 終於 200多年前 你們美國人的祖先受不了了 他們起來反抗 他們決定要建立一個 自己獨立的國家 於是他們就起來反抗 這些起來反抗的人 他們只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有農民 有做工的 有理髮師 可是當他們知道 要為這個社會 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社會 新的 公平正義的 國家的時候呢 所有的這些人 他們沒有一個人 說不 他們馬上放下手下的工作 去參加華盛頓的軍隊 為了就是跟 英國那些不公不義的軍隊 去打一仗 為了就是他們 世世代代的平安 幸福 甚至呢 很多 在這個美國歷史上都有記載 很多人他要去從軍的時候 明明家裡的人 明明家裡 需要種田 可是呢 他們是爸爸帶著兒子 然後呢 母親 鼓勵小孩子說 你一定要去打這場腎臟 他們絕大部分的人 沒有回到家 因為打完腎臟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戰場上犧牲了 可是這沒有一個人 他是說 我今天打這個仗 我是要 未來當美國的 什麼什麼官員 或是 我有什麼錢可以拿 沒有 他們都是用一個最誠證的心 為了世世代代的平安 去打這場仗 對抗的就是不公不義 我想藉這個時候提醒 美國政府 你們的祖先在200多年前 為你們建構了今天 平安和樂的社會 你們 你們看不到200多年前的 你們祖先的奮鬥過程 也無法去體會他們的心情 以及他們 偉大奉獻的精神 可是我可以跟你們保證 你們今天可以在台灣民政府 這些人的身上看到 跟你們200年前祖先 祖先所付出的精神 是一模一樣的 你們今天可以看得到 所以 我希望他們 他們能夠執行上帝 所有給他們的權杖 給他們的公平正義的這個任務 趕快回到台灣來 請你們用各種方式 來幫助我們民政府成立 能夠找更多的人 用各種方式 包括我們每個人都在期待的旅行政見 你們可以用很多方式 來讓這個公平的正義的社會 趕快做一個實現 在此 我就用這個機會 簡短的跟美國講 我的心聲 同時也代表台灣民政府的心聲 那接著呢 接著呢 我要來講一下 我們新竹洲的建設藍圖 這部分就是剛才我所提到的 其實我想各位都蠻清楚的 我們台灣在過去60多年來 真的被摧殘得很嚴重 那人民失去了信心 人民沒有未來 那社會上有很多人自殺 那但是如果說你一個社會 它有一個很清楚的價值觀 它有一個很清楚的未來的話 為什麼它會變到今天這個樣子呢 舉例來說 我們小學的時候好像 很多時候都要寫作文 寫作文呢 常常問說 有個作文題目 我記得是我的志願 現在回想起來 那些志願 它就是 希望你去寫一些什麼 民族英雄 然後寫一些跟台灣沒有關係的人 那這個就是一個價值觀錯亂的問題 然後包括 宗教 這也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現在的人 很多人在信一個 信奉一個信仰的時候 我覺得這部分是 很不好的中國文化所帶進來的 就是 當我們去 拜神 祈求上帝的時候 很多人會說 如果你今天給我種樂透 我趕快再建一間新的廟給你 很多人會這樣子 或是說 我今天怎樣怎樣 在拜神的時候都會希望說 我來幫你拜 我是要求什麼 這種條件式的交 條件式的這種交換的價值觀 長久以來我們被灌輸了 可是我們並不自覺 但是你要知道 神明喔 它不跟你交換的 真正的神明不會跟你交換 我們應該是心甘情願的去做一件事情 從心底 發出最真誠的那一塊說 啊我願意為這個社會奉獻 我願意用更善良的心來對待每個人 我願意去做什麼什麼事情 他是不跟你交換 如果他跟你交換的話 他就不是神 所以我們在價值觀上面 有很多的錯亂想法 包括 我發現現在媒體也是很糟糕 你看喔 那電視媒體很多一打開 喔這個包包多漂亮啊 你們看 這包包多漂亮 多少錢 你看喔這有什麼袋子袋子 你知道嗎 這個是限量版 他們在鼓勵 一種很虛很虛很虛的東西 他沒有鼓勵一個社會說 去做一個很實在 讓心靈很充足的東西 所以我就說我們的價值觀都錯亂 結果很多人看到電視 今天買這個兩千塊的包包不夠 他跟人家一比 喔這個五千塊 然後就一比 那五千塊那個人拿的就很高興 買兩千塊他下次想說 我再來我要買一個一萬塊 比你更漂亮 比你更貴 比你更有名的名牌 整個價值觀都錯亂了 然後呢 媒體都在報導 某某某人 某某人誰結婚的 誰離婚的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拍到他們在哪邊一起喝咖啡 這整個價值觀都去亂掉了 他在教你一些很虛滑的東西 跟你生 跟這整個社會 就在教你一些跟你身上 跟你周遭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去重建價值觀 就要從我們的教育開始 那我們的教育呢 接著呢 我會用很多方式來重建我們的教育 這邊地方公益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關我們很多地方一些貧苦的百姓 那包括秘書長他曾經說過 目前台灣有90萬的學生 他的助學貸款 我們一直掙以後全部免費 這是我們新竹州也要一起去做的事情 那甚至有些小孩子他 有些小孩子他 可能不只說 助學貸款的問題 那包括我剛剛提的那些 老歐巴桑啊 這些 我希望我們執政以後呢 我可能要請各位在座各位 新竹州包括各位 如果你們有心的話 都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普查 到底你們附近有誰 生活很貧困 那我們趕快去做第一波的救助 那像那些賣玉蘭花的歐巴桑 我不要再讓他們到街上去 等一下找風百合啊 應該給多少救助趕快救他們 然後 像那些人 他們基本上是付不起醫療費用的 現在健保這樣子 他為了自己 他健保 他健保局根本是什麼樣 他沒有賺錢 他就要增加你健保費 然後還有年終獎金可以拿 然後還有年終獎金可以拿 那你不繳健保費呢 他就跟你鎖卡 我估計這些 那些歐巴桑大概都沒有辦法去看病 所以我們這幾個社會整個都亂掉了 他們為了 為了一個 為把一個健保局當做一個生意在經營 他為什麼不想說 我為了老百姓的健康 我應該 再賠錢我也要做 他們為什麼不要這樣子去思考 而在盤算說 我今天健保局 花了多少錢 你應該 給我多少錢 我才能夠賺多少錢 結果呢 那些難民呢 看病不用錢 要隨便他們拿 拿了以後還拿到中國去賣 我們在座都在賜那些人 我們社會大家都在養那些人 這整個完全顛倒 而且真的是完全不公不義 真正蓋救的不去救 結果呢 他們還有 他們什麼年終獎金拿不到 喔還可以到街上去抗議 說我拿不到年終獎金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整個社會 不公平的現象馬上修正過來 只要我在任內 我真的 我們一執政 我們一接到政權 我真的要拜託各位同心 趕快去找 我們把這些人找出來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教育這就是我講的 教育真的很重要 那個 基本上我會分成幾個大塊 就是 文化 文化教育 通識教育 心靈教育 語言教育 因為這些都是 我們 教育其實它是一個 建國的基礎 也是文化的基礎 如果我們今天文化整個被消滅了 以後我們真的就是 我曾經提過就是說 我們就是文化的流浪漢 我們拿不出東西 那比如說 以一個語言來講的話 你看看 現在很多小孩子不會講 客家話 因為新竹州主要是 很多我們客家的鄉親 很多小孩子不會講客家話 高砂族 很多小孩子也不會講高砂話 它在摧毀你們的文化 在不自覺當中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把這東西帶起來 基本上 未來我們會有幾個很重要的語言 第一個當然是你本身的母語 比如說在新竹州 新竹州的話 學校我未來會要求 學校呢都是用客家話 尤其是客家鄉親 人口數多的地區 一進去它就是客家話 然後呢 英語跟日文 這是我們一定要學的 未來台灣這些語言教育 其實我會很重視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語言就是文化的根本 那我們透過這個語言的學習當中 你就會去接觸到這個文化 因為為什麼 語言呢它裡面的結構 其實 它在告訴你這個文化的思考邏輯 英文它有英文的思考邏輯 高砂族的語言它有它的思考邏輯 有它祖先的智慧在裡面 我們雖然表面看不到 可是事實上它會做一種淺移默化 包括日文 它都有一個文化的智慧在裡面 如果我們不趕快把這些語言帶回來的話 真的很快我們的文化都會被消滅 不管你是哪一族 很快的就會被消滅 所以語言這一塊我自己會相當的重視 那包括還有一個那個禮節上的教育 據我的了解 日本有全世界 先進國家公認最成功的道德教育 所以為什麼他們犯罪率一直都是最低的 只有在好幾年前 現在可能還是這樣子 只有在好幾年前 他們曾經調查過他們犯罪率突然升高了 然後升高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進去了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而且這是NHK電視 國家電視台他所做的調查 那無論如何呢 我相信他們在這方面還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預備 在我們執政的時候呢 我想邀請他們的老師過來台灣 我們用很不錯的薪水 然後提供他們吃住 進駐每個學校 教他們 教我們人應該有的禮節 這種道德教育 那這種道德教育 所以我也同時會請他們去規劃課程 就是培養我們台灣的種子部隊 然後培養越多越好 然後可以分散到每個學校 從小學 幼稚園 中學 就開始教 教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道德教育 讓每個人在過程當中去學會說 我們如何去尊重別人 如何讓我們的心靈不再那麼空虛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會學習到很多 不是說啊 講一講 像現在的課本 有啊 現在課本什麼 公民與道德啊 他有教你嗎 他講的也是禮義廉恥 四為八德啊 可是報紙每天都有貪污的事情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們都在講假嘛 我們要真的去實行 那我會邀請那邊老師 退休的也沒關係 這個都是我們要去 一步一步去完成的 那比如說像藝術美學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其實我們在世界上 如果要跟人家競爭的話 我們必須發展我們自己的獨特的文化 而且要保有我們原來的文化的元素在裡面 如果我們今天去國外學 你再怎麼學也是他們的東西 可是 明明我們台灣有很好的美學文化 我舉個例好了 高砂族 他們的那個藝術那個圖案 多麼的漂亮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保存它 甚至呢把它發展成為一個台灣 非常獨特的文化 這個就是我們有的 你在幾百年幾千年以後 人家怎麼搶都搶不走 當我們培養出自己的獨特文化以後 這些美學以後 設計出來的那個東西 到時候國外是要來我們這邊學的 我們不要到國外學 當然你看現在國外那些設計的東西 服裝也好 海報啊攝影 沒有錯都很漂亮 可是那個畢竟不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如果小孩子去那邊學 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問題 你贏得過他嗎 其實我因為我自己本身住過國外 所以我知道 他們對一件事情的 打從心裡去尊敬 如果你要他這樣去 去心裡去尊敬你的話 其實呢 他是希望你有你自己的一個獨特的東西出來 而不是去模仿他 那我們就要透過這個美學的教育 等等去做 然後呢他其實他也是一個 一種文化血脈的傳承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我們未來在這種教育的思考上面 我有一個就是說 我一直很提倡希望就是我們台灣的小孩子 有一種獨立的思考能力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因為他整個教育體系是 在告訴你 是用權威式的 他沒有告訴你說 你應該怎樣去思考一件事情 他就課本丟給你們啊 什麼你們叫你們學什麼就學什麼 甚至小孩子不能發問 所以我們台灣小孩子去到國外的時候 很少人提問題的 老師講完就投滴滴的 反而他們國外的學生都很懂得發問 對跟錯根本不用去擔心 可是我們台灣的教育已經在教育小孩子說 你不能發問 你發問你就是不好的 你就在挑戰這個權威 各位我們沒有一個權威的東西 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是權威的 所以在教育過程當中 我要去把這整個事情去修改過來 這個從小孩子的時候的開始 我們就要去變 包括在大學有通識教育 例如美國的大學它很簡單 你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你可以挑你喜歡的課程 可是你必須在你一二年級的時候呢 去到每一個學院去挑課程 挑你喜歡的課程 因為一般大學它分了幾個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醫學院這些等等 一般大學它都有四五個學院在那邊 你必須到每一個學院去學一些 基本的東西以後 它才會讓你去進一步到三年級 四年級學你喜歡的 比如說一個小孩子他很喜歡畫畫 可是他不會說你從小 你一二年級就讓你 抱歉 就讓你去畫畫 而是你要先去了解 每一個學院他所教你的 可能這個小孩子很喜歡畫畫 但是他進入醫學院以後 他學了一些所謂的基本的生物學以後 他發現他對生物很有興趣 那我們必須透過這個教育 的方式 辦強制的方式 告訴他說 你要把你自己的眼界去增開 增開以後呢 等你到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要學什麼呢 那譬如說我說這個小小朋友 他覺得他很喜歡畫畫 然後他又到了醫學院 去修了生物課程 他覺得他對生物就很有興趣 非常有可能 他以後畫得出來就是很漂亮的動物 很漂亮的花草 甚至成為一個很棒的漫畫家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 是不是有一本日本翻譯的漫畫 就是醫學的漫畫 那本應該你們知道 小朋友也應該知道 我那時候小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怎麼有這麼棒的東西 那他的作者呢 他本身就是個漫畫家 他又有醫學的學位 所以如果我們的小孩子 經過這個教育的過程 他的腦袋是自由在發揮的 我們不用去管他 因為他會告訴他自己 他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就透過這個教育的方式 去幫他修正他的道路 而不是用現在這種權威式的 教你公民與道德 什麼生活倫理 那些全部都是騙人的 講的天話亂罪 沒有一個東西在生活的層面上實現 因為他們都在犯規 都在做違法事情 那他們你看政府官員都在犯規 你覺得一般老百姓不會學嗎 他絕對會學啊 所以我們在透過教育的方式 讓小孩子他培養一個獨立的思考在裡面 透過獨立的思考 他的發揮 他的創作就會無止境 那 在教育上面 我甚至還在想就是說 現在的很多課程其實是 我覺得非常浪費時間 這也是造成我以前成績很不好的原因 不過這是推託之詞 不過我是覺得那些課程真的是很糟糕 我一直在思考的時候說 我們不要 例如我們講科技業好了 其實現在台灣的科技業都是假的科技業 他沒有真正的把科技的東西帶進來 他都是幫人家做工 所以今天一部電腦進來 比如說一個世界大廠進來 他在他請你來台灣做 他找了一家工廠 那這家工廠跟他報價說 我幫你做一台電腦 我幫你收100塊就好 另外一家工廠一定說 為了搶生意他一定說 我幫你收90塊就好 所以我們都是做代工的錢 然後呢被人家殺 殺得頭破血流 殺到最後呢 做一部電腦你只賺到10塊錢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因為我以前在電腦公司做過 一部筆記型電腦裡面 有一千多個專利 這一千多個專利 全部是日本、美國、歐洲的專利 你一毛都賺不到 但是殺價過程當中呢 專利費都沒辦法殺的 所以台灣很可憐 我們都在賺這些工廠錢 我就覺得我們一定要去發展 我們的這種頭腦的科技 去發明很多專利 這種軟性的東西 畫漫畫、創作以及美學 我那天還在跟我們的童心說 我很希望把世界 世界像這種女生都很喜歡的什麼名牌包包啊 服裝設計啊 我們可以邀請他們來 在台灣設立設計中心 你們知道女孩子那些 很流行的那個LV包包啊 它的產值是 現在台灣紅海的十倍 你們看可不可怕 但是它是靠什麼 它是靠設計跟創意 所以女孩子都知道 那些包包一個都要好幾萬塊 人家弄一個包包 也不必跟你搞什麼污染 她每天設計師 成千上百的人在那邊設計 不斷的有新的款出來 她可以創造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們不能 我們還要邀請 世界最大的軟體公司進來 像Google這種這麼大的公司 它有它的價值在那邊 我們不必去搞那種高污染的啊 把台灣弄得髒髒的 然後掛個民作科技業 科技業它又可以 求稅金、減求一些 又可以申請什麼補助 可是他們是用我們的 人的勞力生命去換來的 用我們的土地去換來的 這種的東西我不要 我要我們台灣 每個地方都乾乾淨淨的 然後把每個環境都弄得很好 即使一個高科技的公司 也可以蓋得很漂亮啊 這個過程呢 我們可以延伸的產業實在是太多了 一個建築要蓋得漂亮 我們不一定要請國外的設計師 也許初期我們需要 可是我會想說我來邀請 我們在地的學生 從小孩子開始 每個人都可以參加 這個建築你要怎麼去設計 當我把這個目標一提出來的時候呢 我相信 我們就知道它延伸出來有多少東西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美學 以及這些教育、藝術、還有語言 為什麼我會提到語言 因為我們要跟很多人溝通啊 美國啊、日本啊、歐洲啊 所以它延伸出來的東西層面非常的廣 而且非常的深入 這也就是說 我為什麼一直要去強調 這些東西的原因 那只要我們在初期把這些做好 以後呢 大家可以很穩的把每個每個環節呢 就是說繼續延續下去 那當我們一個東西設計出來以後 它牽動的不只是一個地方而已 新竹州 它是我們整個台灣的全國 而且它可以帶動很多的就業率 那當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期待 一個目標在那邊以後呢 才不會說像現在都跑去自殺嘛 因為就是生活沒目標嘛 也不知道錢又要從哪裡來啊 可是我們有這些工程 一個一個工程出現的時候 絕對有人會想說 嗯,以後我要當工程師 以後我要去畫一個漫畫 當你心中有目標 有這條路很清楚的時候 你就會去做 我有個親戚 他非常不愛念書 小孩子他非常非常不愛念書 可是他現在日文很好 他的父母親從來不知道他會講日文 那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看日本漫畫 他看日本漫畫的過程當中 他自己給他自己立下一個願望說 我一定要把日文學好 他的初級日文是從漫畫書上面去看到的 所以他每次一看到一個松樹的松 松的時候 他很自然是唸唸出那個日文的發音叫做 所以我們在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所以我為什麼一再強調我們一定要做得很紮實 讓這些這些年輕人小孩子 包括我們成人都有一個未來 覺得國家有未來 像我們台灣民政府 其實像各位來這邊 你也是心中有一個目標 因為你知道說 原來我們有目標了 可是當你不知道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想說 算了啦 沒辦法啦 台灣就這樣啦 反正 再過幾年幾十年 台灣可能不見就算了啦 看不到我的事情了 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去處理 但是你們回想 當你們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絕大多數一定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目標了 而且這個目標很清楚 而且是可以實現的 這個就是一個 我在講的這個就是一個類比的現象 舉個例就是這樣子 我們有很多目標 每個人他的生活有目標 生命有目標 他的教育方 我們教育方向定出來 就等於是說 給我們的子子孫孫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們國家的方針定出來 就是百年千年之後 每個人他出生在這塊樂土上 他都有一個目標 這也是台灣民政府很大的願望 而且我認為一定可以實現 農業 秘書長有說過 農業勞工漁工是台灣的寶貝 我非常同意 因為沒有人去種田的話 這個社會會怎麼樣 絕對鬧饑荒 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這個流亡政府怎麼樣在對待我們的農民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我記得我很喜歡吃柳丁 一個柳丁最便宜的時候 我曾經買過一顆柳丁一塊錢 那家裡 那麥塞永遠要練下來 你要買也不是 沒有買也不是 不買 覺得他們很可憐 台灣這樣子 這麼殘酷的在最代人民 買了 又好像在侮辱他們 所以 以後我們一定要善待農民 重建我們整個農業 整個農業體系 我們要去做很好的規劃 當然我現在是提農民 但是 基本上像醫療免費 我們對我們的漁民跟勞工 都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那農民簡單的說 你看現在那些難民 有醫院 都是免費的 我們農民有嗎 跟他們要個農民年金 他們有給我們嗎 他們怎樣是在 侮辱欺負我們自己的 鄉親時代 這些農民 很辛苦的 像這樣刮風下雨 他還是要出去 看果園有怎麼樣 那早上三四點 就要去村去順那個山水 其實農民是最偉大的 所以 我們一定要去做 第一個醫療免費 然後價格的保證 不會說種的太多 東西就全部丟到海裡去 或是 不要去摩 摩 現在去摩 我會請工人 他種的 根本不夠錢去請那個工人 他怎麼可能去摩 然後你就看那些水果掉的滿地 這是 這是 這個就是被流亡政府 經營管理的結果 這些我們都是我們台灣人 自己的鄉親 自己的土地 自己土地長出來的果實 如果不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去好好的來照顧這些人 現在目前的政府不可能 所以這種價格保證 我們要讓他過得很愉快 各位 在座一定很多人 會種田 甚至親戚朋友都在種 你們一定比我更清楚 價格怎麼樣在掉的 怎麼樣在他們的血案是被砍殺的 我們要去做這個價格保證 就像日本一樣 我們去做這個整個制度的規劃 只要你去種田 你就不用擔心說你的生活不好過 我們不但要他很好過 而且要他過的品質也是非常的好 不只是金錢上的 包括這種醫療的照顧 以及社區的這些規劃 然後呢我們要透過企業經營管理的方式 來做一些計畫栽種啊 管理行銷 譬如說 冰棱如果好家大家都去做進冰棱 那這個以後 這些狀況我們都要把它 做一個計畫性的栽種 才不會說 有些甚至他為了賺錢 他跑到山地上 把那個檳榔樹都亂種 但是我們知道 因為檳榔樹那個根都很淺 所以為什麼有土石流發生 那我們就計畫性的栽種 為什麼計畫性的栽種 其實檳榔是有需要存在的 只是沒有透過管理以後 它才會造成這些現象 因為檳榔在漢方的藥材裡面 它是一個蠻重要的 那我們不要把它完全消滅掉 而是透過一個管理 然後重新教育對檳榔的認知 這植物我講的是檳榔其實 簡單的來說我們對很多農作物 我們都要去做這些經營管理的動作 包括行銷 很多人他都不懂得行銷 所以價格隨著市場被人家亂砍亂殺 我們可以來建立一個很好的行銷體系 從地方 現在有一些 目前我是知道還有一些 像他們有一些合作社 小型的地方性的 但再怎麼樣還是力量有限 我是希望說他們小型的這種 合作社能夠發展到一個 跟整個市場去連貫起來 在銷售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保證價格 然後讓成本更低 讓農民他有一個希望 覺得說他的東西 這一季這個東西 譬如說這個牛丁蒸下去 他可以知道說說 他要修行的時候 這可以探到多少錢 讓他有一個希望 然後我們也要同時教他們說 農藥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要去過 做這種做這種計畫的細節之一 農藥 農藥我們要怎樣去 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細節 我們要去做的 那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說管理行銷 他們如果能夠說 種到好的價格 我相信大家生活就會很愉快 那秘書長也講過 那個石牆 一個小孩的頭這麼大顆 非常的好吃啊 甚至我還想起說 台灣那個玉政的那個山 那在日本 在日本已經好幾年了 應該應該有五六年 每年得到第一名的水果 都是台灣台灣的那個芒果 非常值得我們的驕傲的 前三名前五名 很多都是台灣水果 我們有這麼好的基礎在這邊 有這麼好的產品在這邊 我們一定做得到的 甚至讓國外的觀光客進來 芒果之旅對不對 什麼荔枝之旅 這個國外都沒有的 我們可以去建構出來啊 這也是我等一下會去談到的 就是我們觀光的部分 我們要把整個觀光做起來 農業跟觀光是未來 我們大家都要做的 這些都是無煙囪的東西 我們靠我們的智慧去 把這些東西建構起來 那每次他都來 現在不是有一些旅行團 尤其以前日本現在不曉得有沒有 他有來台灣幹什麼 專門在吃東西的 那我們可以做這些啊 這些都可以做啊 讓他去高砂族那邊吃山豬肉啊 安排 安排那整個旅程 從譬如說 從新竹州進來 然後他沿路可以吃客家的東西 然後再往山上 山上的話就去 就去 我們就跟高砂族合作 做整個那個觀光的 觀光的那個資源 他不會說只待一天嘛 就待兩天三天嘛 那你看那個周邊產業有多少 不只農民受惠 我們交通 那這些我都會 我就 我就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帶出來 因為他會牽涉的太多了 這也是 就是說跟我們的交通有關係 跟 跟觀光整個事業的規劃都有關係 所以不是只是一日遊喔 來這邊吃吃喝喝 然後看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中正的住的那個墳墓 在台北那個 還有拍幾張照 還有什麼紀念館 那個妹妹我還要 跑到那個桃園大溪 去看那個什麼 齁 看那個 冠茶 那很奇怪啊 齁 那 我講冠茶你就給他量 那我趕快講 那利用這幾分鐘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些我們在地的文化 我們都要去建立 所以有觀光事業會出來 有這種人文的東西 有他的元素 都會跑出來 那包括 那包括 你們看 這些什麼地名 校民皆民 現在的地名跟校民 很多都破壞了一塌糊塗嘛 什麼 借壽、復興、中山、中正 這些都要把它改掉 所有的村落 回復高沙族本來村落的名字 你們各位在地的很多地方 不合理的 我們全部把它改掉 回復原來的名字 學校也是啊 因為中正國小 很可惡 嘿 這個都是我剛剛提到的 那我們就是 人啊 元素特色 我們都要去建立起來 好 造正 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們要去做一個模範城市 這樣子 讓大家有一個 一個影像在那邊 那簡單的說 今天可能時間不夠 但是我簡單的說 我是要 基本上我大概要 規劃一個五千人的城市 新的城市 五千人住在那邊 應該最少有十萬坪 讓大家享受充募的空間 那 不像現在 然後 車子啊 道路啊 都亂七八糟 商業也都亂七八糟 這個捷運系統 這也是我們要去做的 因為透過 這個交通路線的規劃 我們可以改變人口的密度 然後 規劃每一個站 都有它的特色 這也是我們要去跟觀光連結的 然後每一個站 它的設計都不一樣 然後每一個站 有它的特色 那建立起來 然後 我們把這人口結構 跟人口密度都做 改變 那 媒體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現在媒體都不三不俗 都說那個 有的沒的 那我們 我希望 我未來我們有能力 來建立一個 我們屬於 新竹州的電視台 因為全世界目前 做的最好的電視台 都是 國家 在支持的 而不是 說上面每天都是登廣告的 社會秩序 這是一定要做的 但這個不要講太多 因為這有很多秘密 好 講太多 他到時候他馬上去跟你預防 不給他們預防 好 其他事情就 請你們來幫我一起想 那未來台灣的 未來呢 決定在誰身上 在你們身上 回去呢 請你們趕快多找人來參加 只有我們趕快把人民政府建立起來 才有可能讓台灣更好 謝謝各位